今天我们再来谈一下数钱币 这个一年级的学习范围 好 我们来看一下钱币的种类 第一个钱币有多少 有五十元的 好 这是五十元的钱币 第二个钱币是多少 十元 十元的钱币 第三个钱币是多少 五元 第四种钱币是什么 一元 是我们要学会 钱币的数量有五十十五还有一元 那有一些会有二十元 但是我们这边不要用二十来做 一个钱币的计算 我们练习五十十五 还有一元的钱币计算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萤幕说 有多少钱 这上面有多少钱 看到有五十 第一个五十 加上第二个五十 加上第三个五十 加上第四个五十 这样加起来应该要等于多少 加五十一百 五十加五十一百 这样子加起来多好 两百 对不对 就等于两百 那答案就是两百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有多少钱 下面这不同的钱币组合 有五十还有后面还有十元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问题 五十元加上十元 加上十元 再加上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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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元有一个 十元有五个 看一二三四五 五个十元 所以五十加上五个十 就等于多少 等于一百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一百元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同样 刚刚那个题目 我们要怎么去做 有五个十元再加上一个五十 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我把五十加上去 后面我把五个十元直接标五十 这样子也是等于一百 这答案就是等于一百元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 全部都是十元的怎么算 可以用十的加法 十加十加十 十加十加十 再加十再加十 再加十 我们再算的就是变成十个一数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对不对 等于六十元 可以用十的一数 这练习加法就可以用练习十的一数 所以刚刚就是六十元 那我们这边又混合了 五十十元和五元 我们来看怎么做 五十元加上十元再加上十元 再加上五元 再加五元 再加五元 再加起来等于五十加上十六十再加十七十 这两个五可以把它凑成十八十再加五八十五 所以这题答案是八十五元 这样练习 我们接下来看五元一数 五元一数就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这样数 我们来看一下 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 这题答案应该是不是四十元 看一下 这答案应该是四十 五的一数 有八个 你也可以用乘法 五八四十 所以五个一数要学会 答案是四十元 同样的题目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怎么样 两个五元就变十个一数 来看一下 十二十三十四十 是不是也是等于四十 跟刚刚的 只是这变成十元 两个五元凑成十元一数 也可以 好 我们再看混合的 五十加上十 再加上五 再加上五 后面有几个一元 直接就标八个一元 这样就可以得到多少 五十加上十 再加上十 是不是等于七十 七十再加八 等于七十八 答案就七十八 我们看一下 全部是一元 我们怎么数 全部是一元 我们就可以这样数 有些是可以用一元一元 这样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这样子数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边教大家用 用什么 五跟两个一数 来看一下 五加五十 十再加二 十四对不对 再来十六 再来十八 用五的一数加上二的一数 这样子来数钱币 好就可以得到 这答案等于十八 答案是十八元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数钱币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学会 谢谢大家